这次讲解的是如何配置移动起步动画。 首先找到移动动画合机变量。 我们找到对应的起步动画结构体。 这里的起步动画也是有十个数据。 与这里的原地转身是相同的规则。 它们都共用十方向角度的规则。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程序的起步,与程序原地转身是一个原理。 然后,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个程序的右起步。 然后这里是左转45度,这里是右转45度。 由于我们没有对应的资产,所以我们用一个前方向程序起步动画来代替它。 然后这里的就是左转90,以及这里对应的是右转90,左转135。 右转135。 左转180,右转180。 如果没有对应的动画,我们都可以使用程序起步动画去代替,或者使用先转身后起步的解决方案。 然后讲解的是如何配置起步动画的曲线,通知数据。 首先,我们可以看到这里,一共,有八个起步动画。 我们先给它配置一个运动曲线。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生成了对应的运动曲线数据了。 然后,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个动画通知。 这里的动画通知主要起到一个平滑运动的作用。 我们需要把这个旋转速率数据配置为0。 还有一个呢,我们希望在动画结束的时候,可以响应更快速地旋转。 这里配置一样的动画通知状态。 在0.5秒的时候,开始触发。 这是根据运动曲线来决定的。 这里的配置对应的是自身有旋转数据的起步动画。 然后,这里会配置两份相应的数据。 然后,对于程序起步动画。 我们只需要配置一个动画通知状态,然后旋转速率配置为1即可。 然后,我们还需要给起步动画配置姿势查询所需要的姿势预估值曲线。 首先,我们要烘焙角度位置曲线数据。 然后再采用姿势预估值曲线数据。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生成了对应的三条曲线数据。 分别是脚步位置、左脚姿势预估值、右脚姿势预估值曲线。 现在我们来配置对应的动画资产。 首先找到第一个程序起步动画。 这里的规则与原地转身的规则是相同的。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讲解具体的规则了。 切记,配置完这些数据后,一定要点击排序按钮。 V1E版本姿势查询编辑器模式出现了潜在的误差。 打包版本正常使用。 请私信我获得最新版本。 请私信我获得最新版本。 拍cur说了以后,你就用很法不是的! 我Б得 doen短短短短短短短再与高さ上 DC失去kward来一段时间就wy过做破炎过程作与底。 请私还持 gel过低短短短图成静短短短。 请您打开脾气迹接达 effic方诺 Bio 3D Bike3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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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ke4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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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ffeeD Tapi nous disp مت это试密尝地被捗回项翻唱跟予 envữ小笋的 명架 teamsが装 Reserve吃到 điều差的受 qual效果喔很解采成功。 感谢观看